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66 或電郵給我們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Jason 跟我們聊天來自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早安 Joinette早安 你好 看電郵方面 Vince給了電郵我們問到636加利物流的股份 他應該未有貨 看看情況 暫時股價靠穩 去到13.04元 這個股份下個交易日會公佈業績 Vince說業績方面有甚麼預期 會否有些東西看或驚喜 預期可否現在未有貨買點薄反彈 因為看13年的業績向好 營業額升3.5% 除稅前的日利升超過4.7% 股東應佔日利即純利方面更加升超過7成日 雖然你說去年單體的業績好像很強 業績升至7成多 但當中也有些非核心的收益 包括出售了九龍灣的貨倉有3億多的收益 另外投資物業方面的fair value入帳 也有5億多的 如果你說撇除這些數字 這些特殊的收益 其實本身核心的盈利就只是按年升大概是9% 都算是量量差的市場 就是之前的預測 所以你見到它出完業績之後那一陣子 即是上幾個月 估計一直以來都不是很大的起息 直至到最近這一個月才慢慢上升 但如果你說說前景方面 我又不會太擔心 事關於現時整個亞太區 經濟的環境都是好轉了 特別說一些進出後方面 無論是見到國內 又或者很多其他亞洲國家 都是有個明顯的改善 反映如果你說整體經濟是好了的話 市場上對於一些第三方物流的需求 都是會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本身你說加利物流都是專注做一些貨運 以及一些綜合物流的業務 以及它本身的規模上 亦都算是在亞洲區來說 是數一數二 變相如果你說整體的經濟增長 特別是國內方面 我見到之前的貿易的數據 是有個不錯的表現 亦都是可以預測 未來來自內地方面的收入 應該都會有個更加大的爭取空間 所以變相如果你說說這隻股份 我覺得接下來是可以提高一點的 特別是說最近這一陣子 股價都不算真的升得太多了 比起很多一些的航運股 比起很多一些周期性的資源股等等 這隻股份都相對是比較落後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可以的 或者你有貨的話 暫時都可以先拿著 上網我暫時看過目標 可以看上去 就說它在上市初期 曾經升過去的 大概是14.5 這些位置 當然短期阻力 都是先看13.2 真的能夠穿到這些位 我覺得是有貨的 可以先拿著 給點耐性 讓我股價上到14元以上的位置 才考慮去到食股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我們先聽電話 Jason 李小姐在旁邊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我想問三隻可以嗎 你說吧 117日我今早買了 我想問上網多少 因為我覺得可能跌不到6.6的位置 好 先跟進一下股價 逐個說 五個月後會公布業績 燃煤方面 6.89 升一才剛入貨 前景會不會做好正點 你這些位置進入 就要小心一點 我不是說走勢轉差 但始終這類煤炭股 之前我都說 只能夠做一個中短線部署 還有我看它的目標價 大概是7.2 7.3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進入 你的上網空間未必說會太大 所以如果你說 接下來真的見到它再抽多一層 去到7.3左右 或者高一點 7.4 你就應該考慮去到 吃了五仙 就不能夠太貪心 也都要留意 因為下面一旦 如果去跌穿一條10天線 大概是 穿6.8這些位置 你也都需要有個心理準備 整個的升勢就有機會結束 當然到現在這一刻 都仍然處於一個 挺穩妥的上升軌 暫時的問題就不是太大 但你就做好兩手想比 看來穿一條10天線 有貨也可以先走一走 寧願讓它再低一點 去到大概6.3、6.4那些位置 才考慮是否再進入 還有上網空間暫時都不要太貪心 希望回到7.3至到7.4附近 好啊 另一隻是甚麼 李小姐 我想問3.98 今天27.3沒有進入 現在又可以不可以呢 OK 好啊 27.3 現在就27.75 跌超過2%下來 它就可能錯失了低入的涼機 這隻又如何保持 這隻你看到之前出過業績 都算是不錯的 因為營業額方面都升成九成多 另外純利方面都升成1.1倍 毛利率就下跌了一點 都是因為賣的產品方面 在結構上有些改變 一些較低毛利的產品 今次佔的銷售額的比重 就提高了 所以就拉低了毛利率 市場上似乎對於這份業績 又不算太過收貨 因為見到出完業績之後 那一天雖然是升 但是去到昨天在高位上 就回到一點 今天亦都見到跌幅是挺明顯的 如果你說說這一類的鐵路設備相關股份 其實今年下半年應該還有運行的 畢竟之前國內的鐵路送公司那邊 都說明下半年會有兩次比較大型的招標 特別針對一些動車組的產品 雖然你說這間公司就不是直接做過車廂設備的 但是如果你說動車做好真是開始招標的 那它裡面的系統設備的需求仍然都會大 所以如果你說這隻股份 如果你是未有貨的要買的話 這些位置可以去到進入 其實沒問題 也都是要留意這些位置入了之後 上網可以先看 就說是去年年底大概是三十元這些位置 OK 那最後一隻了 李小姐 我想問2318平保應該哪個位置才好入 好啊 2318 65.75 這隻都有業績會看回的了 就是兩個假期之後 那麼會不會都可以看過了善證件呢 如果你說看業績來說 照計保險的partner不會太大問題 但是它看到之前出的平安銀行方面的業績 都有少少少引憂的 因為說不良壞帳方面 都是有個明顯增加的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買的話 純粹是博業績這些位置買 如果見到出完業績之後 不對勁的 穿64元就要走的了 上網暫時來說的目標 先看回到70元了 好啊 多謝了 李小姐你的電話查詢了 回到email方面的情況 先回到家庭觀眾 李小姐想問問91方面的情況 它的馬合格很漂亮 83.5元 都想了解現在怎樣操作 他沒有透露到想持持長線 正短線 現在非常之強 一路領獎著大使 升超過4% 還要創新高 高位見過92.25元 都真是不錯 李潤在手了 怎樣部署呢 是的 始終有業績這個因素支持 它的股價短期之內 仍然有一個上漲的空間 但中線來說 我還是要強調 始終在聯通 和中電信 都可以做4G的生意 究竟未來這六個月 它的上客量 還能不能維持這麼高的水平 以及說它的Apple方面 會不會繼續有很大的壓力 這個因素 就令到我對它的股價 又不會一看一看到上去100元 暫時如果你說要Hold 短線裏面 就可以先看回 大概是94元 至到95元 這些位置 好啊 我們先聽一下電話 鄧小姐在旁邊 你好 你好 早安 鄧小姐 早安 麻煩你 我想問兩隻 哪隻比較值得入呢 一隻是3378 一隻是288 什麼價位可以入呢 好 288就是萬洲國際 6.77 現在跌3 另外3378 下門廣武 這隻股份 1.44元 現在跌1 我之前看到萬洲國際 稅銀方面 就給了目標價 看到8.1元 當時股價來說 也有一個追捧 但似乎現在的勢頭 好像炸了一點 沒什麼力 對 萬洲國際方面 或是3378兩隻 未有貨2選1 是這樣的 你說說288 其實我覺得 規模是相當大的 雖然豬肉 現在內地的價 都仍然是低位 但我相信去到 今年未來這 一個季度 即是去到第三季 第四季 去到下年 豬肉的價 就可以慢慢上回來 最重要的是 看到之前 在收購了 美國方面 Smithfield 這間這麼大的 豬肉的製造商 而言 它的業績 都應該會有保證 所以你說 要選擇的 兩隻 我會選擇 就是288 這一隻 好 那會不會說 什麼價位 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你看到 這一層 回到大概 六個七樓 都可以考慮去買 當然 暫時先看 7.09 這個 上市以來的新高價 如果穿這些位置 整個上升浪 就可以繼續運行下去 好 多謝你 鄧小姐 你的電話查詢 我們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Jason休息一會 先問你 這麼多股票 有沒有說哪一隻 沒有時候 OK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都是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不要走開 稍後再談